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彩蛋上的抗议信息有昂山素季的照片 表示抗议姿态的三指 我们必须赢 以及让军政府领导人敏昂来下台的信息 阳光的一位抗议者告诉法新社 他虽然是佛教徒 但他花了近一个小时装饰彩蛋 是为了祈祷缅甸回归民主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四日在圣彼得大教堂发表复活节致辞时 特别提到了缅甸年轻人 称他们努力促进民主 以和平的方式让人们听见自己的声音 他们知道 仇恨只能用爱来驱散 缅甸天主教主教团主席 仰光总主教茂波舒基 在推特上分享了一条复活节信息 耶稣复活了 哈里路亚 缅甸将再次复活 茂波舒基是缅甸最资深的天主教徒 抗议者四日再次走上街头 一些人举着旗帜 骑着摩托车 在内比都地区的平满纳镇 安全部队向示威者开火 当地居民说 两人被打死 四日凌晨 一名三十岁的抗议者 在克青帮北部的一个小镇 被安全部队开枪打死 据苗瓦迪报四日报道 军政府坚称 安全部队在应对抗议活动时 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根据政治范援助协会的数据 缅甸全国至少有2658名平民被拘留 被拘押的人中 包括上星期在仰光街道上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记者采访的四女一男 缅甸军方加强了对政变批评声音的打压 军政府这个周末命令 互联网提供商切断无限宽带 军方并根据一项禁止在军队中 山东意见的法律 对近40名以反对军事统治而闻名的名人 发出逮捕令 其中包括社交媒体影响丽人士 歌手和模特 也是本周末 十个反派组织在网上 就缅甸危机举行了讨论 加剧了人们对缅甸可能爆发 更广泛冲突的担忧 缅甸长期以来 一直受到军方和少数民族武装之间 战斗的困扰 在四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 这些组织要求结束流血事件 呼吁释放政治犯 并表达了对正在进行公民抗命运动的支持 第二个新闻事件 中国航母辽宁号率战斗群 驶过冲城航行太平洋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今天表示 三日发现中国海军的航空母舰辽宁号 等共六艘舰艇 由冲城本岛与宫古岛之间南下 航进太平洋 中国航舰辽宁号等六艰艇冲过冲城 日本称监控动向 日本产经新闻消息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表示 三日上午八十左右 在长崎县的男女群岛西南 约470公里处外海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梁岳号及P-1P-3C反潜机 发现中国航舰辽宁号等六艘舰艇 后来这六艘舰艇穿过冲城岛与宫古岛之间 这六艘当中 除了辽宁号外 有三艘飞弹驱逐舰 一艘护卫舰 一艘高速战斗补给舰 导弹驱逐舰当中 有一艘是中国海军最大型的任海籍驱逐舰 南昌号 三月曾在日本海周边航行约一周 报道称 日本防卫省研判 这次中国这六艘舰艇航行 是中国在东海加强海洋行动一环 日本正在强监控这六艘舰艇的动向 上一次日本发现 辽宁号通过这座海域是去年四月 辽宁号2010年服役 2016年首度在太平洋航行 中央社说 台湾国防部晚间回应 国军对于台湾周边海空域动态都有掌握 目前状况均正常 第三个新闻事件 中国颁布新规对外国银行的设限 引发全国银行担忧 纽约时报4月3日的一篇报道 援引知情者说 12月和1月颁布的一套规定 限制了外国银行可以从海外 转移到中国的资金数量 另一项本周三刚刚生效的规定 则要求许多外国银行减少贷款 出售债券和其他投资 新规定已经引发全球银行高管 和依赖这些信贷借贷的外国公司的关注 他们担心这些新的规定 可能使在华外资企业 在需要更多资金的情况下 更大程度的依赖中国的国有银行 纽约时报报道说 银行和贸易团体不愿公开谈论 对这些规定的意见 因为担心会触发进一步的监管措施 但该报看到中国欧盟商会在给中国央行的一封信中 提出了对汇款限额的担忧 该商会在信中说 在某些情况下 这样重大的结构变化带来的风险 可能会从根本上颠覆欧盟的战略发展方向 该报道认为 这些新的规定在已经在贸易 人权 地缘政治 和其他棘手问题上 与欧美国家格格步入的北京 带来一个潜在压力点 新规定可能使已经棘手的政治问题 更为复杂 例如美中贸易战 中国和欧盟间即将达成的投资协议 以及在北京控制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 长期紧张状态 当前拜登总统看起来没多大兴趣去改变 前总统特朗普在贸易上施加的要求 美中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 因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 以及在香港镇压民主派人士而激化 一些国际公司卷入其中 例如瑞典服装零售商HM 和美国运动服装品牌耐克 因在新疆棉花问题上表态 而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抵制 纽约时报报道说 新规定背后的原因尚不清楚 似乎与紧张的政治环境关系不大 或许是为了阻止大量有钱再破坏性的资金流入中国 引发意外的通胀 去年下半年 当各国经济活动萎缩时 中国经济摆脱大流行的低迷 吸引大量资金涌入 该报道指出 大量资金流入推动人民币汇率上涨 不利于中国出口商 但新规定颁布以来 人民币开始贬值 该报道认为 新规定虽不足以说明人民币升值为何突然停止 但结合北京近几月推出的其他举措 使向中国的资金转移更加困难 而向境外转移资金却更容易 这样会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 第四个新闻事件 科索沃议会选举维约萨奥斯马尼为国家总统 去年11月 维约萨奥斯马尼接任科索沃代理总统 他的前任哈姆西塔奇 即将在荷兰接受战争罪审判之前辞职 奥斯马尼最初的任期在2月14日选举后 由总理阿尔滨·库尔蒂领导的新政府接管后到期 4日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 以71票赞成任命奥斯马尼为总统 反对党和公民社会监督机构 对他的任命提出批评 称在一个民主脆弱的国家 总统、总理和议长都来自同一个政党 是不受欢迎的 奥斯马尼代表了一种更熟悉西方生活的科索沃年轻人 对该国传统政党的裙带关系和无能感到沮丧 奥斯马尼在一次讲话中呼吁进行旨在与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的对话 但他说贝尔·格莱德必须首先道歉 并起诉那些对1998至99年战争中犯下的战争罪行负责的人 这场战争最终导致科索沃在2008年独立 直到去年9月 奥斯马尼还是科索沃民主联盟党的高级官员 他今年38岁 已婚 有两个女儿 前总统塔奇是一位战事英雄 后来成了政治家 他在海牙等待总部设在荷兰的科索沃战争罪法庭的审判 他否认了对他的指控 第五个新闻事件 疫情之下 外国驻朝鲜人员纷纷逃离 在疫情之下更加闭关锁国的朝鲜 外国人的日子也越发不好过 俄罗斯外交官透露 就连外交人员也面临缺医少药的困境 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的工作人员4月1日在网上公开的一封信件中称 由于日常生活供应匮乏及行动受限 很多外国人离开了平壤 信中说 基本生活物资包括药物都难以获取 健康问题无法得到治疗 同时人身自由极度受限 这种情况几乎已无人能承受 朝鲜自去年以来实施严厉的防疫和边境管制措施 看来也影响到外国驻朝人员 俄罗斯外交官称 留在朝鲜的为数不多的外交人员近期纷纷达到回府 犹如集体逃离 今年2月底 网络上发布的俄罗斯外交人员携家带口 乘坐人力轨道车穿过俄朝边境回国的影像 令人印象深刻 当时俄外交部表示 由于朝鲜关闭于俄罗斯的边境 客运交通停摆 几名俄外交官及其家人一行八人 先乘火车 再乘大巴车 从平壤到朝俄边境 然后步行一公里前往过境关口 行李则是自己用一辆人力轨道车搬运的 到达俄罗斯一侧后 他们被一辆巴士送往弗拉迪沃斯托克机场 飞往莫斯科 俄外交部发言人解释说 这些任期结束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家人 也可以经中国返回俄罗斯 但必须在中国进行三周的检疫隔离 这些外交官最后选择了一条 需要付出体力和辛劳 但他们看来更为辩解的回家路 新冠疫情以来 朝鲜与外界的往来进一步减少 闭关程度更甚 根据官方信息 朝鲜至今没有发现确诊病例 但这一说法受到广泛质疑 分析人士推测 在军队和边境城镇出现过感染爆发的几率很大 严厉的限制措施下 绝大多数外国外交官已经离开朝鲜 德国已在一年前关闭了平壤的大使馆 去年八月 欧盟驻朝使馆的最后一批人员经中国达到回府 上周 联合国宣布 已经没有联合国的外籍员工在朝鲜 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本周四的脸书贴文称 平壤目前还有九位大使 其中包括俄罗斯大使 另外还有四名其他国际机构代表 生活在平壤的外国人剩下不到三百人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